另外是五家的慶領國中為了提供到高年車的運動 特別來生立二郎館高年車的訓練中心 未來就要利用了韓蘇甲的旗艦基盤訓練贏 就出來檢查各方的主管 保養各個山手 將二郎館發展成為高年車的運動的示範下去 既五家慶領國中人才團的政策演出之後 二郎館高年車訓練中心驗的政策開幕 慶領國中校長揚來的光 本身也是既然光高年車委員會主委 他表示 學時高年車 對著學生的聲心平衡發展 以及全身全有幫助 目前館來總共十多間的國中秀 回去提供到高年車的運動 為了鼓勵還有很多人來參與 委員會特別生立後 大約會有西北新南有十所的學校在推廣這個獨輪車的運動 那這項獨輪車的運動 對於孩子的整個在訓練他的平衡 跟所謂的專注力的學習 有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把這樣的一個獨輪車運動成為一個全民的一個運動 讓孩子能夠有更健康的這個身心的發展 那麼在日本的話 是所有的小學把這個獨輪車的項目列為他們小學的正式課程的一個項目裡面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宜蘭縣這樣的一個發展 在目前全國我們是第三個成立這個獨立的委員會的一個縣市 那我們也希望串聯到全國的一個協會 那我們一起來鼓勵在全國來發展這樣的一個獨輪車的一個競賽項目